北京时间8月6日,亚族联网发起了一场投票活动,由球迷来评选亚冠历史上的最佳10号球员,效力于广州恒大淘宝队的政治榜上有名, 入选本次榜单的5名球员分别是,奥马尔阿联酋,爱因俱乐部,百慕阳界日本普和红钻,沙尔克布沙特,利亚德新月,政治中国,广州恒大淘宝,德阳黑山,水源三星,在足球比赛中,10号常是核心中场的号码,在比赛中承担着球队大脑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一环,他们是球场的主人,技术一流, 大局关墙,场上的核心人物,是个受人尊重的号码,而且大多数的10号都是队长,是进攻的组织者,但都是球队最厉害的球员,10号的荣光出自球王贝利,自他之后,西达内,罗伯特巴乔,马拉多纳,内玛尔,梅西等都为10号的光荣而战, 政治作为恒大和国族的双料中超核心,自然也选择了这个传奇的号码,截止到北京时间8月7日中午11时30分,政治已经获得了各个国家球尼,累计138,686票,占总投票数的76%, 政治作为现如今中国足球的旗帜性人物,入选此次评选无可厚非,政治不仅在中超和国家队表现出色,在亚冠,英超的表现,都被专业人士大为称赞, 李皮在《奇字传》中写道,不理解中国队教练总是让他打中后卫只富博,他在中场中路,攻守兼备,是权重,国最好的球员,一家顶级联赛主力级别,阿里汉曾任中国队主帅,我第一眼看到政治,他简直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球员,如果一直打中后卫,他是贝肯鲍尔级别,但他还是喜欢打实后卫, 2015亚洲杯后接受采访,未来中国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达到政治的级别,米卢曾任中国队主帅,在2005亚冠山东横宾赛后,为什么这么顶级的球员没有出现在2001年,否则必然是实强塞核心,在2016不敌叙利亚后,米卢质疑为什么不用能力最强的政治,有他在局面完全不同,莫布雷西布罗姆为其主帅, 政治是英超中游实力,不属于这个联赛之英冠,他在这里是超班MVP级别,前五的球员,在中场中路和影子前锋都极其出色,不过小小的皮一向,截至到北京时间8月6日晚18时30分左右,政治只获得400左右的票数,来自沙特俱乐部的沙尔特布,以61%的支持率遥遥领先, 而在国内媒体报道这件事情之后仅一个小时左右,政治已经以2万多票大幅领先其他几位候选人,中国球迷力量还是大,不过政治作为目前中国足球旗帜性的人物,他也有资格获得这一殊荣,真心希望中国足球可以多出几个政治。 好,谢谢!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